因为俗语有云 总买早享受 迟买贵几个 在chanel来说 不止几个 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会和大家拍开箱的影片 今天的开箱影片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拍 还有我看youtube都常常看这类型的影片 就是手袋开箱啦 那循例都要说一声 如果你不喜欢看这类型的影片 可以按上一页看我其他的影片 又或者看一下其他youtuber的影片 如果你继续看下去 我都要戴上个头盔 我本人是有正当稳定的收入来源 无不良嗜好 有均衡健康饮食 绝对没有为买包而移缩食 你看我面包就知道了 买包的原因就很简单 就是我喜欢这些漂亮的东西 然后将金钱转为另一个我喜欢的形态 如果你都喜欢这类型的精品开箱 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者subscribe我的channel 有空可以留言给我 和我交流这些买包的心得 今天要開箱的就是這個 Chanel 其實我買了它是有一年的時間的 但是我是沒有用過它的 為什麼呢? 那我就會留待之後再說 因為我想說一下為什麼我會決定買Chanel的袋子 其實我也有買開其他牌子的袋子 但是一直就對Chanel沒有很大的興趣 什麼一定要一身人有一個 我就覺得沒有太大的感覺 那試完就是去年2021年的年頭 差不多已經一段時間了 那時候聽人說買Chanel袋子是很容易的 因為沒什麼大陸人 然後貨物都很齊的 都很容易賺的 對了 如果我現在不買 遲些一開關 那我又可能變得很難買了 然後就開始我入Chanel白狀之旅 我想大家都知道Chanel的Classic款 就不是那麼容易賺的 就是不是你有錢進去就買到的 那時候我記得我應該走了三四間Chanel 頭幾間都是一進去說 找些Classic款 不好意思啊 沒褲啊 要遲些啊 現在真的很多人搶了 然後有一天我就跟我的朋友 去了太古金鐘廣場去白狀 那我們都問到畫了 一進去就問那個SA想找Classic款 那我都預料他說沒有了 那當然他也是回答我沒有了 要等了 那我跟我的朋友也是照走 看看其他東西 突然那個SA一打開櫃 突然間拿了個CF20出來給我 我那一刻覺得 咦 你又說沒有的 但是你又會拿出來給我 那一刻其實我就沒有想太多 我就已經馬上說買了 那個顏色其實就不是黑色來的 雖然我知道很多人買Chanel都會選黑色 因為保值 耐用 還有白搭 但是其實我對黑色的Chanel 就真的沒有太大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這條街很多人用 Sorry 另一個原因是我覺得黑色很elegant 很高貴 那這個字你都在我身上是找不到的 對不對 那我就覺得黑色跟我就不是很配 所以我一心是想找一些漂亮的顏色 但是又不想要淺色 因為耳髒 而SA一拿這個顏色出來 我真的覺得 嘩 就是它了 那它是什麼顏色呢 現在就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那我就說我買了一年了 但是沒有用過的 有開出來拿出來放的 在我的櫃裡 那但是呢 我也是剛剛拍片之前呢 先把它放進去 那所以我是絕對沒有 蚊絲帶然後 嘩 好漂亮啊 那些過程 因為我是 開了的了 那首先就 單啦 因為我是真的去年的新年前買的 是跟現在隔了足足一年 那這個就是去年的利是封 Chanel的小盒子 沒錯了 就是一個深藍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真的很中我 是因為我不會選淺色啦 如果我選深色來說 其實沒什麼好選擇而已 那所以其實深藍是唯一的選擇來的 是黑色以外 那我這個呢 就是一個Navy Blue 和一個Rose Gold的顏色 那這個袋我就是拿了出來的Display 因為如果那個袋一直平放的話 很容易壓到後面的零格扁了 那所以我去年就已經拿了出來這樣放 地心吸力 那它就可以保持著漲卜卜 那因為底部本身都是扁的 所以就不要緊了 那真的沒有用過 那這塊布還在 還有這裡還有一個膠紙 我都還沒滅 好 我現在要拔掉膠紙 裡面還有雪梨紙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裡面的間隔是怎樣 還有裝到什麼的了 這個顏色在不同光線之下 我覺得是看到不同的顏色 例如現在可能過了機 又或者可能在暗一點的地方 你都會覺得它像黑色 偏黑一點的 但是如果在陽光底下 其實就會變成另一個很出的藍色 所以我覺得這個顏色都很特別 那這個就是陽皮 其實我自己是真的一個挺粗魯的人 那我之前也有個陽皮的袋 那我就覺得 真的挺容易會撒花 而且是沒有那麼耐用的 但是因為這個尺寸是沒有牛皮的嘛 所以都沒有辦法了 那唯有就小心一點 那但是呢 的而且確我覺得 陽皮脹煲煲是真的很可愛的 那現在就試一下它 裝不裝得完我平時要用的東西 對 銀包 一放了下去已經蓋不到 要橫擺 卡住 卡住 充電器 我通常都會帶出去 因為我很怕電話沒電 粉餅我都會帶過的 那我這個是Innisfree的 小小個 應該都放到的 對啦 放到 然後唇膏 我這個是Tom Ford的唇膏 都是小小的 都是沒問題 還有這麼多位置 鑰匙的話 其實我平時都很少帶出去的 因為如果我跟男朋友出去 又或者男朋友在家裡的話 通常我都不會帶鑰匙的 帶上鑰匙的話 是應該不會濕得到的 不要勉強啦好不好 所以如果這樣這個容量來講 我還可以放多點東西的 消毒酒精 那這個是之前我在Upperhouse staycation的時候拿的 小小枝還挺漂亮的 那我就拿了 沒問題是放到的 然後再帶一個AirPods出外 看起來是沒問題的 但是是蓋不到的 那也是那句啦 買得這些小袋都預料了 它後面這裡有個小袋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小袋是廢的 最多可能放到一張八達通 卡住來講我覺得都 有點問水的了 現在是裝得了我都要用的東西 但是沒有好像漲到變形 那所以容量來講都OK 因為其實我很多時候 電話都是在手的了 那所以我就很少放袋 而且我也覺得不太難委屈它了 如果我再放電話下去 我就應該 可能放不到一個充電器 那其實都OK的 我試一下交換 我這個是iPhone 11 Pro來的 其實都是絕對沒問題的 我只是把我的充電器變了電話 那如果兩樣同時放呢 就... cannot了 當然如果你再收拾得好些 我相信是可以放得多些其他東西的 例如我的錢包本身都好像挺厚的 那如果我只是拿錢出去 那相信是會再省位一點 為什麼我買了一年都沒有用過呢 第一是因為我想拍這個開箱的影片 那但是我... 一直以來都沒有時間去拍啦 第二個原因是主要的原因 我想大家都知道呢 他這個袋款的繩呢 是很長很長的 我都不敢想像 他本身是多長的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是一個小矮人來的啦 這個長度對我來說呢 是真的... 可能碰到小腿的啦 那其實整短他的方法呢 就有很多的 第一個方法呢 就是用絲帶綁住他 然後收繩在裡面 但是我覺得最正經的做法呢 就是用他們本身的那個調節扣 扣住他 然後整件事我覺得是漂亮很多啦 但是這個調節扣呢 在我買了足足一年之後 我才拿到 就是他啦 那其實我買這個袋的時候呢 那個SA已經跟我說 他那時沒有貨啦 因為法國做不及啦 又疫情啊 那他就說如果一有的時候 就會通知我 但是我就等了幾個月 幾個月幾個月都沒有啦 然後我又白撞過 很多次Chanel就問他有沒有調節扣 終於在去年的年尾 讓我等到這個調節扣 這個就是我一直都沒有用這個袋的原因 因為他太長 然後我又等他這個調節扣 等了12個月我終於等到他了 那這個就是我第一個Chanel袋 Classic flap 20cm 我自己都很感恩呢 在去年就買了這個袋 因為俗語有魂 總買早享受 遲買貴幾個 在Chanel來說 呃...不止幾個 Chanel的袋呢 真的每年都加價啦 加價得來呢 都是越來越難買 新的一年呢 我自己都想再買多個Chanel的袋 但我已經走了過幾個月 白撞過很多Chanel 我要不就門口都入不了 要不就入到去都是那句 沒有貨啦 要不就拿一些很噁心的顏色出來 但是呢當你找得到的時候呢 我相信是會很開心很開心很開心的 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之後可以快點買到第二個心頭號 拍開箱片給大家看 又或者我之後會拍些常用的袋 再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呢 可以comment like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